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所有的申请者都这么说 男大当婚是吧 女大当家 你在美国大学毕业了 研究生毕业了 就到了婚嫁年龄了 找个好对象 就是美国人 或者是绿卡 结婚 你的身份就马上解决了 绿卡过去来说有排期 从去年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半年多了 没有排期 所以说你找个美国的绿卡 也就是说你的同胞 一结婚他马上给你帮绿卡 就解决问题了 那么多数的人说 绿卡对象不好找 那就看你自己的缘分 你觉得不好找 那你不要放弃 你的身份是很难办的 你就是有了H1B 不见得绿卡就到手了 H1B到绿卡还有一个漫长的道路 公司给不给你办 你在公司留得住留不住 那你留不住 马上被开除了 你的身份就马上就没有了 所以 从婚姻来说 也是一个自然的走向 你自己把握好 尤其一到美国 我就跟这些年轻人说 你们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找对象 这个比读书还重要 读好书了不见得 就会有H1B 就会有绿卡 真的 这个走好对象 那是在美国扎根的 一个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名字叫陆文悦 我做律师呢 是整整25年了 为华人服务呢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心愿 那么我的服务范围比较高 有移民 有刑事 民事 公司 独自遗产 包含得相当多的法律领域